大家好,我是老万 我这会儿是在首都的国际机场 要去海南领水 我年前是把我的房车和我的迁移车 都放在了海南领水 我坐飞机回来过年的 然后现在我的突挂房车呢 给朋友玩了 我要去海南领水 把我的前面的那个普拉多给开回 刚刚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 收到了一个车友发的一条信息 微信的信息 说实话特别高兴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微信的内容 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 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吗 发这个视频 就是有车友有不文明的 房车旅行行为 然后我给在视频上给曝光了 当然了有保留到曝光 我还是把画面做了模糊化处理 当时这个画面啊 就是这个车友给我的 这个车友说 如果再这样去玩房车 可能我们房车旅行的路就窄了 然后我就通过曝光的方式 发了这个视频 然后这个车友今天给我反馈 说可能是他们看了我的视频了 然后光榜子的也穿成衣服了 站到的也把桌子搬走了 我就觉得这件事 为什么会让我很高兴 因为现在我们房车旅行 确实遇到了问题 一些车友的不文明的旅行现象 把旅行的路越走越窄 有些地方开始驱赶房车 因为这些车友 他们有可能也没有意识到 就是这样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可能他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 那么见到这种现象的时候呢 大多数的车友不好意思提醒 然后呢 如果说大家都不去对这种现象说不 那么他们也意识不到 那么这种现象就会越来越恶化 所以我才想 那我喜欢玩房车 我就要为这个行业去做一些 自己力所能及去做的事 就是千万不要个人至少门前选 千万不要以物以善小而不为 所以我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改变了一个人的房车旅行方式 我觉得我对这个行业是有帮助的吧 这是我比较欣慰的地方 那么以后如果大家在旅行的过程中 发现有房车车友的不文明的旅行行为 要么呢 你上前去跟他说一下 如果说他能够改正那就更好 要么你就把这个现象通过镜头的方式拍给我 我通过这种视频的方式 让更多的车友看到 看到这种现象呢 不是为了去鄙视我们这个不文明玩房车的车友 因为他也有可能他的有他的原因 但是通过曝光这种不文明的玩房车现象 就能够让更多的车友 去审视自己 审视自己的房车旅行的行为是否得体 这样文明玩房车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房车行业才能够更健康的发展 每个喜欢房车旅行的人 每个参与到这个其中的人 都做出自己一点的力所能及所做的事 好事 那么我们这个行业它就会越来越好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